看到大胖遇见闪光灯的反应后才明白 国斌协会闪光灯这句英语的重要性 根据国斌对每人性格来看 遇见闪光灯后的反应都不同 最为有特点的是大头 刚才胖已经大喊请关闭闪光灯后 大头见对方毫无反应 大头直接就冲着闪光灯大喊对方 并要求关闭闪光灯 许心对待闪光灯的方式更是压迫感十足 直接就是一手指过去要求对方关闭 最可爱的是莎莎抬着大头一起指 而大喊和茉莉的反应却是看一次笑一次 直到两人被闪光灯闪到第三次时 两人气呼呼的上前理论 重点是大喊这手都一直指愣是一句话不说 最后还是茉莉开口 真心希望这些开闪光灯的人 能够尊重运动员 曾记得延安说过 大方性格确实有些害羞 也被教练要求每天读报纸 就说不说不出我的 我们都觉得他故意了 后来我发现他确实说不过 每天读就给念应该那个报纸 相信大方会突破自己越来越优秀 未经许多了 未经许多了